孫仲瑜回台灣了 不過立法委員羅鼠磊對他很有意見 諷刺他是尚流美 情況如何呢 我們連線到立法院請林佳元 來告訴我們 佳元 好 在難關系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和吳玉生傳出婚外情的孫仲瑜 最近是抵達了台灣 不過呢 他最近有出席相關的場合 包括還去看了婦產科 所以呢 還有人要把他打造成時尚女王 成為何麗玲第二 對此呢 國民黨立委邱毅以及羅鼠磊 怎麼回應 帶您一起來聽聽看 社會是變成什麼樣的社會了 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怎麼會是上呢 他怎麼可能會像何麗玲呢 應該是像那個什麼上流美吧 太好何麗玲出國了啦 否則何麗玲一定很生氣啦 因為他被人家把孫仲瑜 要不要跟他比在一塊 做他的接班人 我想對何麗玲是很大的侮辱嘛 這事業真的是瘋了 有人利用自己的悔悲文 破壞別人的家庭 拿來作為宣傳造勢的工具 還想因為破壞別人的家庭而成為 一躍而成為時尚女王 他說何麗玲的接班人 你不覺得他羞辱何麗玲嗎 奇怪的是 這個孫仲瑜那個男朋友 自己的女朋友給你戴著綠帽 還那麼高興地拿這頂綠帽到處宣傳 到處造勢 這個我也太為觀止 這種男人啊說實話也很了不起 而且